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范红竹的生机就会全部消散 必死无疑 范红竹 我能让你活过来 但你只能活三年 对不住 范红竹 对不住了 呦呦呦 叶小贼 又要去捡漏了是吧 天说昨天一个天猪就价值一个亿 叶小贼 别以为你天天装收破烂的我就会放过你 叶小贼 你太小看我们特科了 十天前 我们特科的人亲自去了帝都山 你的老弟我们查得一清二楚 包括你的祖宗上期代都被我们翻出来了 你们叶家世世代代都在帝都山 一百年前根本就没人走出去过 你一个连小学三年纪都没念完的人 一个月前还是各天天走进 串向生破烂的群鬼 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健保大师 贵重原因你自己清楚 你别装哑巴我告诉你 除非你离开神州去国外 否则 我跟你一辈子 我范红竹发过世 不把你的老弟揪出来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甘心 叶松 跟云南那个老女人 是不是天天想到天宁 我知道 你对那老女人没兴趣 你心里想的是李雪儿 对了 你想知道 李雪儿的消息吗 我 已经查 道 话还没说完 就只听见喷的一声巨响小车全场 只见一辆满在泥土的渣土车后 抬起一阵烟尘 跟着暴胎的渣土车身一流 就跟一头发疯的公牛 在地上扫了一个弧线 黄冲二十米 正正撞向泛红竹的越野车 惨祸就在一瞬间发生 整个渣土车就跟一个玩具车 被小孩踢了一脚一板 整体侧翻过来 哗啦啦 整整满满的一车 渣土车如黄河道观 一下子全部竞速倾泻而下 瞬息之间就把越野车 掩埋在滚滚渣土之中 成为一个高高大大的堵堆 整个过程的时间不超过三秒钟 不如其来的惨祸 让四面八方的人们全都看待了 一幕火光自驾驶时冒出来 跟着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黑烟滚滚 大火迅速蔓延到全车 不到五秒时间 整个车子就被大火笼罩 下一秒 叶松立刻跑到渣土车的一侧 双手深深地插入湿湿的渣土中 奋力往外跑起渣土 身边一米远就是热浪滚滚燃烧布置的大火 巨大的火焰依旧在四面 渣土车周围十米热浪滚浪 宛如身在火炉之中 而叶松却是在不停地重复着一个动作 双手下插 奋力往外跑 下插 奋力再往外跑 一次 十次 百次 火焰就距离自己紧紧一员 那股焚烧的剧痛 让叶松痛苦地紧紧咬着双唇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手里就一个动作 心里就一个信念 范红竹 查到了李雪儿的下方 这个女人 不能死 忽然间 叶松手指一僵 眼睛一顿 双手猛力跑 散乱的渣土堆里 露出范红竹的一脚 叶松手忙脚乱 四下刨开渣步 双手伸进去 抓住范红竹用力扯 这时候的范红竹 已然没有呼吸 一瞬间 叶松闷嚎叫出声来 范红竹脸色轻子一片 全身上有一丝余温 却是没了半点生机 这是窒息而死的症状 被满满数吨的渣土覆盖也 就算有天大的本质 也逃不过窒息而死的恶人 叶松双手食指紧扣 死死地摁住范红竹胸口 开始做起心脉复苏 死马也要救火了 因为 他知道李雪儿的下落 十几分钟前 美若天仙的红颜 如今变成为一具冰冷冷的食品 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范红竹的生机就会全部消散 必死无疑 猛然间 叶松睁开眼来 双瞳最深处暴射出 两道从未有过的绝举 范红竹 我能让你活过来 但 你只能活三年 对不住 范红竹 对不住了 从心里私生喊出这段话 叶松从口袋里 摸出一根牙签粗细的钢针 钢针取出来 没有丝毫犹豫 叶松神色素重 面容针灵而恐惧 钢针在手心里一番 手心一紧 抬手 起针 刺入范红竹后脑 看看人死了没 柳根 两个都活着 嘿 命够大 这样XX没死 还愣着干什么 弄去搅拌站埋了呀 柳 柳根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两个一起丢搅拌站 哪来的枪 柳根 还有个本子 这女的是特科的 余总 特科一动 答案津贴 特科的人怎么会跟着他 他就是个收破烂的杂种 余总 特科从不单独行动 或许是偶然 偶然 就是必然 算他命大 念 去查清楚 查特科 查这个收破烂的 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 我对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昨天你救了我 我很感激 谢谢 我要走了 柳根叫我回去有任务 顿了顿 范红竹见到叶松依然平静的不像话 完全就当自己是空气一般 出人意料的 范红竹第一次没有冷笑 而是静静说话 我承认 我对你是有成见 因为从一开始 我就对你有偏见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派我们特科来接你的案子 起初我以为你是间谍 因为只有间谍才有资格让我们特科出马 跟你一个月 你的种种行为让我很吃惊 是我错了 给你道歉 一个月时间 让我真正读懂了你 也让我认清楚了我自己 我从来没想过 动牛试过跟你国籍会被你拒绝 更没想到 你竟然会出手帮助皇馆长他们寻找张献中的宝藏 你还救了我 我真心感激你 这颗扭扣是我们特科的微型摄像机 我看了你救我的经过 各有天命 你活 是你的命 该说的我说完了 下面是不该我说的 你就留我 我没法回报你 这个消息 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 顿了顿 范红竹政策说道 抓里雪儿的人 叫雨曙光 听到这话 叶松猛然一将牙齿咬破了舌头 鲜血流进嘴里 躺进喉咙 拐子也没查出来是谁做的 但跟雨曙光脱不了干系 雨曙光 是谁 无根的大舅子 一个家族的白手套 身家上百亿 哪个家族 我不能告诉你 叶松双眼一抬 双瞳深处 两道锋利的光芒标射而出 范红竹呼吸顿时一致 芳心被那两道锐不可当的眼见刺中 经不住狂跳起来 站立不止 久久不能平息 叶松 我不害你 这个家族势力太过庞大 你 你想象不到他有多庞大 多厉害 有多厉害 我们特科都惹不起 叶松缓缓垂下眼帘 特科有多厉害多了不得 叶松深深知道 厉害到连战狼出来的女兵王 格宇南 母老虎都不敢跟特科叫板 只能单独对范红竹攻击 单凭这一点 就能明白特科有多厉害 多了不得 连特科都惹不起来 那必然是超级的庞然大物 李雪儿 你知道他在哪吗 这是打草惊蛇 于曙光会杀人灭口 我们只能明确是于曙光抓的李雪儿 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他干的 叶松闭上了眼睛 范红竹的话听起来很矛盾 但确实是事实 如果有证据的话 那一范红竹的脾气 早就上门抓人了 叶松 我知道你很在意李雪儿和拐子爷 我告诉你这些 并不希望你去报仇 那个人的势力很大 谢谢你的消息 不送了 保重 有个法子 我觉得有点希望 你可以去找给宇南 他们老葛家如果能豁下面皮 或许能帮你 就看 就看他们愿不愿意喂你 第一次 范红竹没把一句话说完 葛家 跟那个家族关系很好吗 葛家是带行医 救了很多人 叶松明白范红竹的意思 葛家虽然帮了那个家族的人质好并 但地位相差太多悬殊 如果葛家抹下面子不要 厚着脸皮去求那个家族 或许 那个家族看在曾经的面子上 让于曙光交出李雪儿 但 有很大的几率 对方根本不买葛家的面子 毕竟 这是丑闻 一个大家族 可以有丑闻 但 像特科都惹不起的超级巨多 不能出现任何一点点的丑闻 千古以来 都是如此 谢谢你的提议 我会考虑 再见 恋恋不舍地转身走向越野车 目光扫处 废品占全境一一收入眼帘